網戀成功的八月法則 就讓Skimi來告訴你 哈囉大家好 我是Skimi 你的網路閨蜜 隨著客氣呢 越來越發達 大家在線上的交友感到 也越來越多元 身邊常常會有這種例子 欸 我跟我男友下個月要結婚了 恭喜耶 啊你們怎麼認識的 我們網路認識的啊 當然啦 更多的可能是這種例子 我在網路上認識了一個女生 我很喜歡她 請問我要怎麼樣才能跟她發展好一段感情呢 別擔心 今天就讓Skimi來告訴你 網戀要成功的三大元素 保證讓你在下一段online緣分出現時 都能夠 迅速掌握喔 1.認識前期的八二法則 80%的了解加上20%的幻想 大家一定都聽過網戀奔線 也就是奔進現實見面之後 瞬間見光死的悲劇對吧 那這其實呢 就是幻想大過於客觀了解 才會出現的狀況 不管你是在心中把對方想得太帥太美啦 還是從頭到尾壓根就沒有去了解過對方的真實個性 總而言之呢 就是雙方從頭到尾都是在跟彼此的幻想談戀愛 而不是在跟真實的對方談戀愛 網戀沒有辦法面對面的相處 所以說增加自己對對方的客觀了解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了 一定要多聊聊彼此生活中的大小事 並且從對方的所作所為 家庭環境來判斷出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這種客觀的研判才能夠看出對方真實的性格 而不是對方在網路上展現出來表現出來的樣子 二 相處模式的八二法則 80%以上的認真與耐心 比平常交友多20%的時間與精力投入 網戀呢最怕的就是疏於溝通了 因為沒有辦法擁抱 沒有辦法見面 所以說在線上溝通的溫度就變得格外的重要囉 雙方一定都得投入八成以上的認真與耐心 並且要比平常一般交友多付出兩成以上的時間與精力 那麼如果是網戀或網路認識之後 成功開始頻繁的約出來線下見面 基本上呢就還是回歸到現實交友的範疇 網戀的八二法則可能就不太適用囉 那麼網路認識或網戀如果一時半回 也還沒有辦法約出來見面 到底該怎麼推進關係呢 就讓我們進入第三點 3 關係推進的八二法則 80%全靠語言內容加上20%的運氣 既然沒有辦法見面 那能不能在線上的言談中打動對方的心 就是非常的關鍵了 基本上呢就跟在線下追求異性的模式一樣 只是你的所有關心 所有自身價值的展現 你的所有長處與優點 都要轉化為 適合用網路聊天或甚至是視訊的方式呈現 那麼這就更考驗我們對自己的了解啦 你知道自己在交友市場上的優勢在哪裡嗎 你知道如何用言語讓對方感覺到 被關心受到重視嗎 那麼除了這些之外呢 網戀能不能成的最後關鍵原因 當然還是或多或少靠運氣啦 得要對方剛剛好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其他的誘惑 對方也剛剛好同樣願意對在網路上的人敞開心飛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你得在茫茫大海的網路世界中 首先找到一個讓你心儀的對象 其實呢不管在現實生活中還是網路上 遇見心儀對象肯定都是戀愛發展的第一步 如果沒有對象談啥都是免談 遇見神舟讓你在隨堂演繹的歷史背景下 展開一場浪漫尋愛的恩賴之旅 全景視角3D零死角的畫質 完整重現端有的壯闊神舟世界 六大門派自由轉職天誅能力隨意切換 而且啊作為一個劇情控 其實我很容易就對那種可歌可泣的遊戲背景設定 變得超級入戲 像遇見神舟有名教、林彥格、大理寺、旋女等各種門派可以選 再配上唯美的大唐歷史背景 簡直讓人就想立刻展開一場虐戀情深的浪漫邂口 在遇見神舟裡呢結婚信頭也沒什麼限制 不管你的愛情是哪一種類型 都能夠在遇見神舟裡跟另一半共普戀局啦 那如果暫時還沒有對象也別擔心 在養成遊戲這麼夯的2019年 遇見神舟裡的NPC也都是可以攻略的唷 在打線上遊戲的過程中 陌生人之間多了更強大更勇力的共同話題以及情感連結 比起成以交友為目的的交友軟體 自然更拖添了一分緊密感 想談網戀嗎?想跟網戀對象升溫嗎? 趕緊去玩或者是揪你網路上的心儀對象 一起去玩遇見神舟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